许多的包袱是历史的包袱 许多的负担是政策的负担 我们没有择由台铁单独承担 但台铁员工也要体认 改革势在必行 无可回避 我要代表政府向泥难者 家属伤者生自歉意 院会开始前 请各位长官及同仁 一起为泰鲁阁号事故 罹难人员默哀一分钟 请大家起立 默哀开始 台铁遇此大难 作为交通运输业者 对此惨重伤亡 难辞其咎 作为政府 则无旁贷 我要代表政府向 罹难者 家属伤者 生自歉意 今时变更 台铁的改革更要加速 普悦马事故后 有关台铁改革金统提检有144项 迄今已经完成109项 去年我更择由副院长召会检讨 昨天总统更已经财势 未来台铁改革的方向 包括强化台铁组织功能调整 提升台铁的安全管理和营运效力 解决台铁的财务亏损 最后更要找出最适合台铁永续经营的模式 对于台铁 因为在全国物单这么重的运输 加上台湾的地理环境和各个状况不同 我们的科技实力有能力来做到 可能全世界没有 但台湾应该要来发展智慧化的监控 跟预警系统 只要铁轨上有任何返害通行安全之役务进入 都能在第一时间和通行车的列车 能有预警 让它在最宝贵的时间停止进行 再多的费用 政府都愿意负担 请加快加速前面来进行 对于台铁 我们也深知 许多的包袱是历史的包袱 许多的负担是政策的负担 我们没有择由台铁单独承担 台铁的员工绝大多数 进进业业 就像这司机驾驶员和助理驾驶员 这一次监守岗位 疫此灾难 我们会一例完善结议 类似中列词 也会鼓励台铁员工 坚守岗位 但台铁员工也要体认 改革势在必行 无可回避 政府也深知 东部民众对交通不便的不平 这些年来 非常重视 东部交通的改善 我也陆续核定 苏花公路的安全提升计划可行性研究 高达经费360亿元 也对花东重谷公路安全计划的改善 140亿元等经费 而在铁路方面 弹回铁路的电计划 今年1月才全线通车 让从高雄到台东的车程 缩短半小时 也刚刚行政院 特别已经核定的 花公铁路的双轨计划 高达460亿元 这个单轨变成双轨后 更能够增加座位 增加班次 缩短时间 代表政府对东部地区居民的交通要求 用心用力 真心诚意